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后 朱镕基、李锐黄、胡锦涛、温家宝等中共元老的处境变得更危险了 这些人属于党内的平民派 他们在忠于共产党维护中共政权的延续方面 和太子党派系没有区别 但是在中共应该如何治理国家 应该给老百姓多少自由和权利 党内的领导权应该如何分配和传承等问题上 这和太子党存在本质的区别 因为出身平民家庭 所以这些人更知道民间疾苦 也不会像习近平、曾庆红、薄熙来一样 有一种把国家政权视为自己家族市场的太子党意识 所以他们会更愿意财富分配向老百姓倾斜 给老百姓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愿意以相对怀柔的方式来对待民众的批评 同时在党内权利问题上 则主张集体领导有序传承 而这些主张在习近平看来是在削弱党的领导 也是在剽窃 属于他们红二代的主业 所以在习近平坐稳了权利后 这些老人如果还要贴乱的话 是这样